对于银行股,尤其下星期二大家也会关注,汇丰也会派成绩表 近期股价逼近60元关之后,现在就高位整顾 那如何我们去解决,现在拿大份业绩出来之后 对我们下星期如何去看汇丰的业绩和部署呢? 我想如果短期来说,比如在汇丰身上部署 我想这一刻再博一些好仓,其实就特别整股 我想那个直博性真的未必太高 因为其实就算不要计算业绩怎样看,或者渣打业绩怎样 只是看回年初至今,其实这些银行股,特别刚才说这两只 其实平均的升幅都过两成以上 那其实这个升势是算几夸张几急的 所以除非你说业绩或者是给大家一些讯息是一个很好的前景 那才还有短期抽升的条件 否则的话其实很正常地做一些调整整股 然后才慢慢反复地再上升 那这个的情况是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始终,当然大方向其实就没太大改变 都是看着一些加息,个人数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也是 那对股息差也有个复复的憧憬 但是同意你说,始终以昨天渣打为例的业绩 其实又不算是非常之差的 那甚至乎如果你看回有回购 监制的息都能够持平 其实算是中矩中矩 但是只不过真的没有一个更大的诱因或者炒作条件存在 那所以变成我想这件事都会有点投放在汇空身上 就是大家对那个业绩看法 可能原本的预期是几乐观的 那现在可能拉低一点点 那所以对短期的股价可能都会反复一点的一个情况 那连带来刚才你也拿到一点就是 那个储局上个月的议息会议纪录 那的确见到那些委员 就是那个委员 说法出来就又夹了一点点 那所以令大家对今年 你说瘋狂未加息可能真的七次 或者再力度很高的机率 又可能微微一点点 那么所以蠍中会有一些想到的修正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银行股可能都有些整股调整的空间 那所以如果你说 占一个短期股价的部署上讲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 其实过去那个星期都说过 那所以其实开始 如果年仓有低位慢慢有买到上来的 其实吃着一些点股 那会灵活一点点 可能吃着部分股 那剩下的一点才会连到些中仙一些 那我也会比较合适一点 我们下一个服务的 我们下一个服务的服务